新年35岁的香港演员,主持人,前TVB花旦沈卓颖,出道多年以来凭借甜美的长相和爽朗的性格,审恕观众的厚爱。 虽然沈卓颖在2018年12月宣布离开夏丽了16年的TVB,但她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因此停止。 如今她主要在香港开电视,主持旅游节目,短短一年时间内,就去了西班牙,法国,韩国等国家。 其实提到沈卓颖,其实经常看干剧和港产综艺的朋友,对她也一定不会太陌生。 据悉,沈卓颖少年在她入演艺圈前,是一名专居模特。 在2002年沈卓颖报名参加了TVB主办的第四届TVB周刊封面女郎选举活动,凭着优势的表现获得了选举的冠军,从而获得了TVB高层的赏识,顺利加入TVB,同年正式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。 入行初期,沈卓颖因为主持节目《最紧妙正字》而被观众所熟知,后来由主持人转型成为一名演员,前后参演《老狐灵精怪逼》,《冲上云霄2》,《警却八达》,《明月望族》,《韩山雪龙》,《万凤之王》等剧集。 但是遗憾的是沈卓颖的TVB16年,没演过一次主角,可以说从未受到逆跑,这其中和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。 早年她在接受传媒采访时,就曾表示,她自己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,对于工作她基本没有什么要求,都是等着工资来安排,任何决策她都会尽力去做好。 但是沈卓颖对拍戏只有一个要求,她能够接受给男演员拥抱,亲吻的戏份,但是对于床戏坚决拒绝,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中国不去心里那一关。 入豪多年,关于沈卓颖的各种非王,也是层出不求。 早年就要媒体报道她是拜金女,专条金归序,因为她曾经和比她大12岁的飞机师 Flyman恋爱多年,还曾和杨绣会前男友金融才智威美克相爱。 但是直到2015年,沈卓颖被提报欲作。 生意的负伤凯文相爱后,两人的感情却变得相当稳定,常常被拍到出声入队。 但是因为凯文是负伤的身份,这段感情也并没有得到网友的祝福。 无奈之下,沈卓颖曾在社交媒体上发长文做出澄清。 她当时在文中表示,她虽然在娱乐圈工作,也不是出身富裕家庭。 但是她一直默默工作,靠自己的努力,去给父母最好的生活。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孩,她也很渴望爱情。 对于爱情沈卓颖也解释她不会只是考虑条件,而是更加注重在乎她,支持她事业的伴侣。 所幸的是,沈卓颖和男友经过了时间的考验,在恋爱五年后,终于在2019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,沈卓颖就搬进了丈夫市值过亿的豪宅中,享受豪门和太太的生活。 经常都能看到,她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和丈夫的甜蜜合照,生活过得相当惬意。 而对于孩子,沈卓颖也表示,目前更加专注于事业,还暂时没有造人计划。 虽然入行16年,在TVB一直都没有获得利盒,但沈卓颖与事无争的性格,也让她在娱乐圈内收获了不少友谊。 如今升级为豪门太太的她,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,又爱她的丈夫,可谓已经成为了妥妥的人生赢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